视频赛名单最终敲定 王曼玉惨遭国际拼联无事 伊藤美城被高估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还要说一下国评最近的集训备战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现在的国评正在刘国梁的带领之下 正在紧张的备战 因为11月份的视频赛即将来临 那么对国评而言呢 其实目前的话都非常需要去努力进行一些备战 包括一些战术的一些安排 以期待能够在11月份的包揽全部项目的金牌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知道了那么此前公布的一些名单的话 在最近呢也是正式得到一个敲定 目前的视频连呢也是在网上的公布了一个追踪的名单 而目前从这份名单当中来看的话 国评在之前公布的名单呢也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其他的协会名单呢也是已经所有都敲定了 所以从目前为止呢 那么我们呢也其实可以从这份名单当中看到呢 那么目前我们面对的对手有哪些 从视频连这篇文章当中也看到了 那么他们是认为说我们中国对这边的主要的两个主力呢 分别是陈梦和苏颖萨 他们非常看好这两个主力 因为在此前呢 这两个主力在奥运会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国评的 非常重点培养的选手 那么也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实际上我们从他们这篇文章当中也可以发现了 另外一个国评的主力却是被他们忽视了 就是王曼玉 其实王曼玉呢虽然说在奥运会当中是替补刘诗文出场的一个球员 但实际上呢他的能力包括状态呢 完全都不会输给陈梦和苏颖萨 而且在最近的全运会包括拼骚联赛里面呢 王曼玉都拥有着非常强势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四拼赛当中呢 他惨遭国际拼连无视的话应该是非常不应该的 那么我们呢也是非常看好 王曼玉在接下来的一个比赛成绩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对中国队这边的竞争对手的话 那么其实四拼连这边呢也是非常看好伊藤美城 并且绝对说他到时候呢可能会给中国队造成很大的一些困扰 给我们去夺冠的计划呢造成很大的障碍 那么说实话其实伊藤美城在此前东京奥运会当中的成绩呢 确实不错也暴冷击败了许昕和刘士文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次呢他还是被高估了 因为本质上其实不管是孙颖三 陈梦还是王曼玉我们这三大主力呢 都曾经在多次的国际性大赛当中打败过伊藤美城 所以呢虽然说日本队当中他作为一姐虽然说实力不俗 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完全不会惧怕他们 而且呢尤其是在单打比赛当中啊伊藤美城呢 去对打我们这几个主力选手完全就是鱼卵基石 根本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 可能在混双项目当中呢会给我们这边造成一些困扰 当然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呢本身国际性大赛你双方的实力要旗鼓相当打的才精彩 球迷看的才过瘾 如果说中国队这边的毫无悬念就能够拿下比赛胜利的话 那么可能对很多球迷而言呢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只要我们国拼了这些主力能够 养军蓄位把我们的状态给养好的话 那么相信接下来我们面对日本这些对手呢 完全不用惧怕我们也完全有信心和能力呢 拿下所有冠军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